可以加一点绿 叶子也是活色 很自然的 这点跟我们人类 对自己的身心的要求 自己的修养 这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另外像这个尾巴 这尾巴也是 这个是正面 就是两个在上面压着 上面这两个叫主尾 一边有五个侧尾 这边有五个侧尾 一共十二个 中间是一个整的 两边是半拉的 这樱的尾巴 看得很清楚 中间这个是整的 这外边每个都 是都半拉 用压的半拉半拉的 这是樱的 如果反过来 就最边这个 整的 是吧 这边这个是整的 在上面 中间的呢 一个压一个 中间的是 是半个的 这是正面反面不同 这部分呢 就是下围桶 下围桶的 它保护着尾巴的下面 下面呢 我们要讲一下鸟毛的走向 因为大家批毛的时候 要批这毛 给大家讲 比如怎么怎么批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呢 就是鸟的毛 就是全身覆盖的小毛 它呢 并不是说 这个乱长的 有方向 瘦毛也有方向 比如老虎啊 这个猴子 是吧 就包括人的寒毛 它是外面长的 它都有一个方向 这个鸟毛的走向呢 我们可以分 背部和腹面 两边来看 这背面呢 它 一个毛压了一个毛 一个毛压了一个毛 从前往后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向两侧的时候 它逐渐向两侧包着下来 这边呢 想这么包 这边想这么包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逐渐逐渐的 把全体身体 很均匀的包覆着 那么从 它这个里面来看 里面正中一条线 也是向后去 那么这边两边去呢 逐渐的往旁边包着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下边 往后去的 那么逐渐 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到塞这 上下的毛呢 就交叉了 这交叉的时候呢 就是说 下边